为了让孩子认识自己的家园 台中市乌日区东园里 携手在地小学 由里长亲自来领队 带学生一一来走访社区的景点 而最后一站呢 还到了社区的长青学院 让学生跟长辈来互动 培养尊重关怀长辈的心态 我们东园里 东园里这个名字 以前很托名很烦恼 为了让孩子认识自己的家乡 乌日区东园里 携手东园国小 由里长张友诚亲自领队 带领学生走访社区 这个地方以前是梦阿宝 梦阿宝你知道吗 梦阿宝 仔细讲解东园稻田森林公园 过去是乌日第四公墓 牵状后转型打造成两公顷的绿地 缤纷风车和巴黎铁塔相当新盈 而下一站来到慈圣宫 特别准备了精巧的木制护身符 小朋友们也是爱不释手 做完好玩吗 好玩 怎么说 就是出来走走很好玩 有没有认识自己的家乡 有 好玩 了解东园里 怎么说好玩 就出来逛逛啊 然后不用上课 今天呢 我们带小朋友 来了解自己的家乡 也希望我们的小朋友 能够认识自己家乡的文化 能够把这个尊敬长辈的心 然后为长辈来服务 然后把这份孝心呢 能够带回到家庭生活当中 除了走访社区也带学生到长青学院与长辈互动 小朋友以自排开帮长辈肩颈按摩 又捏又柔 还有扎实的手刀技法 长辈们是直呼好舒服 有松菜吗 好啊 好舒服啊 跟他做料理的真好 祝他今天心情快乐 我们东原国小的小朋友 来跟我们争讨这些长辈 来互动 因为现在目前都是工业社会 所以买孩子买跟阿公阿嬷 做会吃饭 但我们料理的互动的机会是非常之久 中国的小朋友 你看都非常扼益 让他了解我们中国发生的历史 和动脉 疫情睽違三年再次举办 让孩子走访社区与长辈互动 培养尊重关怀长辈的态度 长幼同乐共创和乐时代